哈喽大家好,我是该吃该喝喝,体重不忘,心里疙瘩王美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发生在两个平行世界,重心引力上下颠倒的科幻爱情电影 逆世界,电影是这样神的,就说这是两个相互平行的世界 它们有着各自的地心引力,看上去就是上下颠倒,上层世界繁华富裕 而下层世界就像是贫民窟,那里的人们生活贫困潦倒 两个世界相互紧闭,不让进出 唯一的连接就是过渡大厦,人们在那工作,回收下层世界的石油 加工完了,在高价卖给它们,但大多数人都买不起 我们的男主狗圣啊,他从小就是个孤儿,跟着会做蓝莓馅饼的查理姑妈生活 这天,他来到圣山山顶,遇到了上层世界的女孩小翠儿 喂,who are you? I'm fan, and you? 它们进行了简单的对话,以后的日子,它们总来到这秘密约会 时间一会儿也好几年了,俩儿也都长大了 狗圣用绳子把小翠儿拉到他的世界,它们互相亲吻拥抱 累了就吃一口对方世界的食物 在森林里,俩儿靠着两个世界的引力,还玩起了弹弹跳跳跳板游戏 但是欢笑声引来了边界警察 在他们的法律里,不允许上下两届的人们谈恋爱 狗圣送小翠儿回去的时候,挨了一枪 小翠儿重重地摔毁了上层世界 狗圣那时未成年,警察依法抓走了查理姑妈 不,姑妈呀,我那会做蓝莓馅饼的姑妈呀 狗圣难受地哭了 一会儿过去了十年,狗圣成为了个妖极石 它现在正在研究一种抗衰老面霜 只要面霜涂上去,皱纹立马变紧致 这将实现所有女人永远十八亿只花的梦想 可,但是,下层世界材料不够,研究还没能成功 突然,狗圣在电视里看到了小翠儿 它在过渡大厦当着CEO,十年了 这爱情的小火苗又一次琵琶地点了起来 狗圣决定去过渡大厦工作 它靠着抗衰老面膜的创意 很快就进到了过渡大厦 在这儿,它碰到了它上层世界的领导,老憨 俩人谈话聊天都挺对脾气 老憨是个极油玩家 上层世界的邮票集得差不多了 狗圣就把下层世界的邮票给了它 作为交换,它要去了小翠儿的电话号码 这里补充一个知识点 两个世界有各自的地心引力 携带相反物质可以去到另一个世界 但时间不能太久,相反物质会燃烧 就这样,狗圣一边做实验 一边攒着相反物质 它把面霜涂在狗脸上 结果,惊奇的事出现了 哈巴狗变成了金毛狗 褶都没了 狗圣得到了上层世界领导的认可 它的权限越来越大 这一天,它忍不住了 装上相反物质就使重力倒置来到上层世界 它找到小翠儿 可是,小翠儿在那一次摔倒后又失忆了 之前的事儿,它想不起来了 相反物质开始燃烧 狗圣就先走了 另一边赶上公司裁员 我们的老汉儿没业绩 还不会拍马屁 它成功地拿到了离开公司的通行证 临走时,它把一盒破烂给了狗圣 狗圣在找小翠儿约会的时候 就用着老汉儿的门禁卡 诶,还真能用 狗圣约小翠儿去浪漫的威威威娜餐厅吃饭 想唤醒它的记忆 虽说没成功 但俩儿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了 饭吃完 狗圣的脚下相反物质又冒起火 当当当,一路消跑 狗圣鲤鱼跳楼门 它跳进了大海了 之后,剧情开始转弯 小翠儿在抗衰老面霜发布会上 看到了狗圣 啊,你怎么是下层世界的人 大猪蹄子,你骗人 小翠儿生气地跑了出去 狗圣让它来到上层世界又开始追 在时,门禁卡包失了 只能硬闯 它引起警察的注意 被全程追击 没地藏啊 就找到了上司老汉 老汉给了它一件耐高温的跨量夹克 狗圣呢,展示着它新研制的中立药剂 这将会打破上下世界的中立平衡 阔虎,药剂还没研制成功 阔虎完了 电影到了这儿 小翠儿终于没有预兆的 就恢复了记忆 想起了狗圣 俩儿又去到老地方 圣山约会 在森林中又看到了边界警察 狗圣立马脱下相反物质 脱离重力 它要带小翠儿回到自己的下层世界 但逃离时被警察集中绳子 挂在了石壁上 为了救小翠儿 狗圣选择放开了手 还好下落到了大树纸上 活了下来 狗圣又一次回到了他的世界 孤独,落寞 他又要面对之前十年的生活 上层世界是永远的赢家 他把你利用完了 就扔到一边 他的眼里不讲人情 只有利益 但是影片的最后 老汉完成了狗圣中立妖记的研究 他赶在过渡大厦前 用狗圣的名字 注册了抗衰老面霜 小翠儿和狗圣也成功走到了一起 他们用爱 打破了世界的阻碍 电影到了这儿就结束了 作为一部科幻电影 影片情节上马马虎虎 但是这上下重立世界的脑洞 还有炫酷的景象 真是可以在周末没事的时候 看上一看的 看完这个电影 美丽觉得 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爱情 如果非说有 那就是你还没行动的双手 所以行动起来吧 对着那个可爱的女人 说出那三个字 哼,来吧 我准备好了 谢谢,行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来一波评论 点赞和转发 爱你么么哒